一年5日冬季美食節結束 有市民把握機會掃平貨 不少參展商推出優惠促銷 但有人說生意額比預期差 王展熙報導 冬日美食節來到最後一日 參展商都覺出其謀 為營業額做最後衝刺 有海味商賣6送2 這根蛋卷店賣1送1 主打日本零食的檔攤劈價散貨 大部分10元就有交易 市民見到減價就最開心 買了海鮮 有蝦 有帶子 又買了羊 又買了牛 又買了豬 雞翼 什麼都買了 總之是全部減價東西 我們都有買 名食 薯片之類那些 野飲 我覺得可以更便宜一些 有些是它剛剛很貴到 是一個我不是很想買的地步 我就沒有買到 距離美食節閉幕 還有3個多鐘 會場這裡仍然有不少市民 讓人看看有沒有機會撿到便宜貨 有參展商覺得 防疫限制放寬多了人光顧 放寬了 人就敢出來 現在就算有很多人也好 其實都沒有什麼 人開始都不會害怕 可能大家聚集一起買 生意額今年好三成左右 不過不是每個參展商都這麼幸運 那些人不是很肯買東西 其實每個都好像很守緊 十元一瓶都要想過度過 然後才買 你說多難做 往年今年的生意 只是三分之一左右 不少參展商都期望 下年冬日美食節再舉行時 可以重新開放試食 相信會有助小情 有線電視機者黃展希不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